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来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想要维持好关系,五个看破不说破的情境 你应该明白 今天要来聊聊关系说 成熟大人都要知道的一些人际关系 相处的美感 你知道,有些事情,有些人 你自己弄明白,弄清楚了之后呢 那其实就够了 懂得把话放到心里呢 不口出恶言,不出言顶破 那个真的是每个成熟大人 一路在人生的路途上面呢 跌跌撞撞所有的体悟跟感受 以下就精神的五个 就是你应该看破不说破的人际情境 再次提供给你做参考 但在实际进入主题之前呢 一样来分享一间餐厅 它是位于一样老地方 士林,就在华容街的巷子里面 它算是比较,真的是行啊来才会知道 通常啦,会走到这边的都是婆妈 就是附近的居民才会来到这边 可能是有早市买菜啊 或是在那边逛 你知道早上会有些卖衣服啊 卖一些生活用品的 婆婆妈妈不叫会来的地方 它就是位于那个华容街的入口处 走大概第二间第三间 就会有一间店叫做三福排骨 这间店呢,真的是当地居民 应该也都是颇有名气 应该大家都有吃过 尤其是附近的学生族群啊 应该是年轻的时候吃到现在 吃到大的 我本身就是在地的士林人 我真的是从小 就是我家的阿嬷 但我就是从那边比几岁 就开始吃到现在 他呢,从1980年开业至今 这个三福排骨呢 他主打的就是所谓的台式炸排骨饭 台式炸排骨饭 跟一般排骨饭有什么差别呢 你知道一般的便当店 有时候他们裹的那个排骨饭的 那个粉会很厚 所以你在吃那个肉呢 你要先看到那个 上面有一层厚厚的那个裹粉 就是那个肉很超级薄 那裹粉超级厚 但这间排骨饭呢 他们真的是 基本上你去吃它排骨 根本吃不到裹粉 它就是真的很道地 那种传统的炸排骨 所以没有所谓裹粉这件事情 吃到就是完整的肉 我必须说 他这间店呢 最近涨到很像110 我今天又去买了 就是推荐给大家 所以我要去做点 就是品尝一下 它的味道是不是有改变 我必须说 我年轻的时候 咪咪就是 遥望国小 国中吃的时候 它的肉比较厚 现在肉越来越薄 但是滋味是一样的 然后最加分的是 它们会附上小黄瓜 所以你就是你知道 排骨饭有时候 吃太多会油腻 那你就是配小黄瓜吃 结果觉得说 这样可以节点腻 加上它们的配菜 就是非常道地的台式的 那种你知道 自助餐的配菜 所以非常的好吃 很像是你那回到你老家 你的阿公阿嬷 煮的那种家常菜 就是非常道地的台式的口味 像他们可能开业需久 他们那个排骨饭 可能一路就是家族企业 我真的说 我小时候在吃的时候 就知道现在的老板 就是他年轻的时候 就是你可能在附近 就是晃荡仙 就是在那边做功课 什么之类的 现在已经长大到 现在可能就是花点 你知道吗 变成是小老板 变成是现在的老板 所以就是知道 他们是家族企业 然后他们的装潢也都没变 所以很多人 就是看Google评价 就有人说为人诟病 就是说 他们家就是可能环境 就是不是非常的干净 相对于现在那种 很企业化的经营 或是那种网美店的餐厅来说 他们就是吃种传统的 基本上我从我在国小 看到现在他的餐厅的装潢 跟配置一模一样 因为砍棒都是一样 就是那个蓝色的砍棒 然后我一样会把 相同的资讯放到我的 其实你应该的IG限动 24小时 之后呢 就会放到实际那边去 推荐他们家的排骨饭 他们有所谓的排骨面 但是我觉得第一次去吃的话 就是推荐大家吃排骨饭 他们的排骨 真的是跟外面一般那种 便当店或自租餐店的排骨 不一样 吃过一次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就是很道地的 台湾口味的排骨饭 再次真心的推荐给你 如果你本身很喜欢吃排骨饭的话 这今天绝对会是 你吃完之后 会觉得蛮惊艳的 但我觉得它现在就是 你知道可能物价啦 就是肉的那个厚薄度有差 我记得我以前吃的时候 觉得它们肉超厚 吃起来很爽 那现在肉就变很薄 但是我觉得它的口味是没变的 那个滋味 就是它腌那个肉的那个咸度 就是还是非常的爽快 非常的台湾味 推荐给你 好啦 回到今天的主题 想要维系好关系 你应该要看破不说破的情境 你应该要知道 第一个就是朋友的感情抱怨 就是真的要学会看破不说破 你知道再交好的朋友 千万不要去对你的朋友感情 这件事情呢 指手画脚 哪怕你就是面前这个朋友 跟你再要好 在死中 都是不要在他面前 那当他在指责 他的另一半不是的时候 或是抱怨他这段关系 有多少的不满 他想要分手 我跟你讲 就是倾听跟安慰 就是你最好的回应 不要随之起舞的谩骂 或是人家自顾自的 觉得说我自己是个爱情大师 我是个理性的人 给出那种什么分手的建议 或者说我教你就是要这样做 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千万不要对男人太好 或者我跟你讲 不要对女朋友太好 就是你会给出自己的那种 感情观的意见 这种状况 有时候真的是会 你自己是不是会叠个狗吃食 有时候你的朋友跟你抱怨 他们只是单纯跟他的另一半 就是小吵架 但是可能跟自己的朋友 抱怨的时候 觉得他就会 家有天粗 就会讲的比较浮夸一点 讲到说 我就是觉得 我真的跟他走不下去了 我真的觉得我要分手 什么之类 就是讲的比较严重 那你朋友 身为好朋友的立场 就讲说 对啊 怎么会那么渣 怎么会这样渣男 怎么会这样渣女 那你就可能会 在他那边就要同泄气 但是 有时候你就是吃闷亏 有时候他们都要和好了之后 你的朋友可能默默的 通你一刀 你会不自知 就他们可能 私底下在聊天的时候 会不小心说出来 说 当初我吵架的时候 就跟你说 就跟你这个好朋友说 就是我觉得 意见怎么样 怎么这样 那你还推荐他说 要分手 或是说 对啊 你看你就是 你知道个性不好 你就是对我不好 什么之类的 他就一五一十的把 他跟你讲个事情 然后你的 你的说法 你的建议 全部讲给他另一半听 然后另一半 这时候就觉得说 所以你这么不看好 我们的关系 或是你这么不喜欢 我这个人 你就默默的 你知道 被捅了一刀 而不自知 那下次如果聚餐 你没有相遇的时候 他看你的那个眼光 就会不一样 你懂吗 所以呢 对于朋友感情是呢 真的是 听听就好 就是你知道 请听就是你最好的回应 最多就是安慰他说 哎呀 没关系啦 就是 一切会好的 不要去给出那种 要分手 或是 你们要赶快 复合的意见 因为你知道 感情这件事情 这个剧情 真的是顺其万别 难以预测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千万不要去给出 那种很极端 斩钉截铁的意见 或是建议 那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即便你知道这件事情 有些东西呢 就是 看破 不说破 这是第一点 接下来第二点关于说 想维系好关系 就是要看破 不说破的情境呢 就是二 同事之间的职场 别人的小心机 讲到这里呢 工作上 即便你跟这个人 在要好 就是你跟他讲说 我们两个是好妈吉 我们两个是好同事 即便这么的交好 我跟你讲 还是难免会遇到一些 利益冲突的时刻 但前提啦 前提是 它不会影响到你长期的发展性 或是牵扯到你个人的绩效 或是直接让你的薪水被扣钱 这个前提之下 我觉得很多时候 你就是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讲到这里来分享 我个人之前发生过的故事 在之前工作经验里面有遇过 就是你可能跟这个同事觉得 我跟他蛮交好的 那你就会发现说 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说 你们工作上面 虽然有合作的计划 有些往来 但发现说 他个鬼话 把那个not credit 就是把所有的什么绩效 后来觉得说 这件事情明明就是 你跟他一起合作 明明是你做比较多 但是他只是辅助 但最后面呢 你发现说 他把整个功劳 整个抢去 而且是默默的做这件事情 后续你才因为一些缘故你发现 那这时候呢 如果是比较尖锐的人 或是可能刚出社会 你就可能会愤愤不平 觉得说 怎么可以这么过分 我不帮你当好朋友 你竟然把我的功劳给抢过去 这时候 我想平心而论 当你在工作场合混个几年之后 你就知道说 说实在的 每个人都在自己里面上 去做的事情 他会这样做 一定源自于 他就是觉得说 这件事情对他来说 他有功劳 所以他想把 这件事情给独占 那你就要去衡量一下 以我当时的心态 会觉得说 我的能力其实比他好 我知道他为什么 会想要做这件事情 是因为 可能他的作品没那么多 或是他在公司里面 就是那种声量不如你 所以他希望就是 可以借此 即便你是跟他合作关系 那你是做比较多 但是他就是 他以为你不知道 但是其实你后来 才得知这件事情 那你就会觉得说 好啦 那就放他一马 你就不要去计较 这么小的事情 因为我跟你讲 当你已经是本身 已经站在一个 能力比较强的位置 或者你本身 知道说这件事情 就是对他来说 他可能会很在意 但是你其实 对你来说 可有可无的时候 我觉得有时候 就是要稍微放掉 就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这真的是必须的 因为你要维系 一个良好的 同事友谊 同时啊 必须说 因为这件事情 就会让你看清了 这个人 那其实也是一件 好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 说到底 人就是自私的 顿悟嘛 对吧 所以呢 有时候就是 看破 不说破 他可以让你 学到说 OK 就是这个人的位置 在哪里 或是这个人 可能是有些 小心机 之后 可能就可以去做 一些防范措施 有时候呢 小小的就是 让利 对未来来说 说不定就是 他是一个 有优势的地方 因为你知道说 他就是会这样做的人 那之后 你在做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就更小心 这件事情 亦或是你知道说 他可能很在意 这件事情 那之后 你在跟他合作的时候 你就可以适度的 跟他讲好说 诶我可以给你挂名哦 或是我可以给你怎么样哦 那其实那是一种 协商跟沟通的 那种筹码 而这是对你来说 也是一个人际互动 就是一个艺术 这第二点 同事之间 也只讲的小心机 现在第三点 关于说 如何维系好关系 看破不说破的情境呢 你应该明白 就是三 家人间的怨对跟埋怨 你知道任何事情 这个人生之中 举凡只要牵扯到 那个学生关系 这件事情 就真的很难 就是清关难断家务事 你就很难单纯理性 去判断 或者做出一个公平的论断 尤其是来自你父母之间 两个父母自己在那边 互相怨对 或是你有手足的话 你有兄弟姐妹的话 互相会埋怨对方 或是这种远房亲戚 隔壁邻居 互相来猜忌跟指责 听过 看过 你自己亲身去体验过 就真的 有时候要学习 放下 不然呢 你要揪在自己的内心 你一辈子都走不出来 有些事 你自个儿 内心自己明白就够了 不用再费尽心神去找另外一个人吐诉 尤其是家里士的时候 你知道去嚼舌根 或是叫他一较高低 你知道吗 有时候就是你跟你家人里面有个吵架 但是你觉得他想要分个胜负 有时候你 当然成熟一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这些性格没必要 因为即便你跟他吵 在要死要活 那你们要跟他就是决裂吗 也没可能 因为你们就是真的是血浓于水 就是有血缘关系 后续就是选择放下 有时候就是你知道 懂得看破 不说破 它反而是可以让你们的关系 有比较长远来说啦 短期间你可能自己会很欧气 但长远来说 你知道体谅 多一份体谅 它可以让你自己反而过得比较自在一点 而只有第三点 家人间的怨怼跟埋怨 接下来第四点关于说 如何维系好关系呢 就是要学会看破 不说破的情境 就是第四 当你另一半说他不爱你的时候 你知道爱情从来就没有道理可言 他会爱上你的那个时刻呢 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原因 他要走的时候呢 离当也没有任何的理由 就是你知道 真的是没有任何一个说法 是值得去深信的 因为就是一种感觉问题 会爱跟不爱 真的就是一种 kimoji 那当一个人跟你提 他想要分手 他想要走的时候呢 嘴上他可能会给你一些 你去逼他说 你给我个理由 为什么你不爱我 或是你为什么觉得我们会要分手 他可能会去掰出一个借口 或是很充分的理由 但是那终究就是一个 给你的善意谎言 追根究底 就是三个字 不爱了 就这么简单 当一个爱情走到了尽头的时候 各自看破 不说破 也是个每一个成熟大人 留给对方 就是如果你曾深爱过这个人 你就是留给他最后的温柔表现 有时候你就追问太多 或是你讲得太白 就是反而会让你们这关系 留的那个余韵 就整个坏掉 整个崩坏 把前面可能有相爱过的那些 知知节节全部都给砍断了 所以千万要注意 这是第四点 接下来第五点关于说 想维持好关系 要看破不说破的事情 那就是五 客户的傲可以消贪心理 生活在职场上 打滚多年的上班族 不管你是做哪种工作 你还是会遇到所谓的客户客人 或是你知道一些傲同事 遇到这种状况呢 久而久就慢慢的领悟到 面对这些客户啊 客人或是这些厂商 无理的要求 你能做的事 不是说你还要很理性的 去说服对方 或是很较真的 去分析各种 那优劣力 必须想要扶之以理 希望对方可以成熟一点 跟你就是可以用大人的对话 去做理性的沟通 借着去磨合出双赢的共识 我跟你讲 遇到这种状况 客户啊 奥客啊 或是那种很烂的厂商啊 或是那种 就贪小便宜的客人 你脑装可能会想说 啊我想尝试 用个比较理性客观的说法 来解释 来说明 希望他可以听进去 但更多时候 都是听不懂去啊 他们之所以就是会变成 所谓的奥客 或是想奥的客户 或是那种白烂的厂商 就是他们在发作的时候 真的是你再多理性的解释 再实际的建议 他们就是那种 冲耳不听不闻 就他们就是眼睛 只看着他们自己的利益 你知道这时候就会懂得 看破不说破 面对这种职场的鸟事 你自己就是知道说 他就是要来凹你 他就是呢 就是要摆烂 那这样子 与其在那边浪费 自己的唇舍去跟他应对 倒不如就是你把你自己 能力范围能够尽的责任 跟一五个做完之后 那就是你知道 公实公办 不要再多 其实费你的唇舍 想要去说服对方 或是希望他可以改进 这样很难 那这也是一种 面对职场鸟事的一种 终极傲益 好啦 今天就分享了五点关于说 想要维系好关系 你应该看破 不说破的情境 你应该要明白 就是每一个成熟大人 都遇到的状况 好啦 那最后关于说 如果你对今天的议题 有任何意见跟看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不管此刻你收听 还是哪个平台 快去按赞订阅 真的 快去按赞订阅 那如果有任何的 厂商邀约呢 在资讯栏外都有email 可以写信给我 跟我联系 那如果你是用 Apple Podcast呢 也欢迎去留下 五星的评价 写下你的意见 我都去看哦 好啦 这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哦